物流人員忙進忙出 就是要儘快將消費者下單的產品 送到他們手中 電商平台競爭激烈 從以往比低價到物流免運 現在還要拼速度 我們就一貫是跟消費者承諾是24小時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這個物流中心的成立 而在提供更高的高效的 這個所謂的到貨時間 消費者並不是需要快速快速抵達 消費者他們想要的是準時 標榜24小時就能到貨 台灣四大平台加強自己的物流系統 價格上也維持優勢 內部已經沒有辦法做出區隔 現在只好開闢新戰場 跟銀行合作推聯名卡 最在意回饋就是現金回饋 因為這比較實際 我覺得就是現金最實在 對啊 就是可以馬上有感 買東西最在意回饋 某某購物網洗手同集團的富邦銀行 推聯名卡 只要消費就回饋百分之五 最高可以來到百分之二十 但對手蝦皮也不遑多讓 合作國泰 站內消費有百分之七的回饋 信用卡的目標方面 我們短期間之內希望能夠做到十萬 然後往二十萬卡的目標賣進 電商平台攜手銀行推聯名卡 可以說是搶搶聯手 銀行衝高發卡量 而電商靠著回饋拉高業績 其他像是雅虎跟中信 PC Home跟花旗 等於四大平台都有自己的卡 其實四大電商聯名卡 它推出來的回饋 都是回饋他們自己平台的 那些點數系統 那它就不是刷卡回饋金了 因為刷卡回饋金 我們可以折理帳上的任何金額 另外一點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它其實各個秘別它的那個折理 折理上限 然後還有它的效期都是不一樣的 聯名卡回饋有別於現金回饋 點數都是現平台內使用 而且有不少的福利 會隨著時間而縮水 辦卡前還是得睜大眼睛多比較 才不會吃虧 參選聯名大方向 台北報導